大家好,我是Rymin的創辦,艾咪 我是艾咻一艾咪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有點緊張 因為我準備了太多這樣子投影片 所以我可能會有點快 那大概大概3分59秒就可以理想我一下 我怕講不完 那首先想要問一個問題給大家 是大家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什麼樣 是拉拉唱的理想人生這樣子的 理念的情境呢 還是不知道連理想大家可以用字 或者是你感覺有點理想心人 就是每個人心中都有很多理想生活的方式 那你有沒有仔細想過 你自己心中定義的理想生活是什麼樣子 那我可以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理想生活 對,應該跟大家都差不多 對,睡到自然心 然後跟大家可以跟家裡一起吃飯 然後很早下班 然後可以在很悠閒的咖啡館很盡大工作 像Google之類 那每天都可以接觸新鮮的事情 不要那種一層不變啊 然後做一些無聊的事 然後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 對 然後只要做一些想要做事 然後那些雜物啊雜事都不要找我 然後不用為情煩惱 這是我的理想什麼事 對 然後還有加一道 就是甘義群很酷的夥伴一起 一起打命 那當有一天我發現 大概是五月左右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 我自己變得很想上班 對,就是Far Far Away這樣子 然後做什麼事都沒什麼成就感 然後每天都只是下班之後 就跟男朋友說 今天好無聊 那主管怎麼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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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的認識好像不應該只是這樣 當那時候都在心裡那裡說 啊我們不想要變成這種 就是有點像行私走肉的上班 就每天都只是 早出晚歸 不知道自己為了什麼工作 那我希望說 我可以把日子過得新鮮永續 所以我在這時候 大概五月中的時候 五月中的時候 第二次成 那其實我那時候就逼自己 回想一下說 欸 那到底哪些事情 會讓我覺得興奮不敏 會讓我覺得小路亂撞這樣子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 幾個我朋友在做的事情 那可能有些人知道 是拼口語網站 他專門賣一些設計商品 上面的商品都是創作者 或設計師親手做的 或是親手設計 對然後我很喜歡的一個D2BnB 他們是專門在分享 台灣的精神名素 然後兩個創辦人就這樣 純台灣就是到處自己跑 然後自己寫自己拍照 非常厲害 然後再來是一個樂人 他是一個專門為獨立樂團 奉奉獨立音樂人 拍影片的一個網站 那他們也累積了 大概數十位 可能有近百位的音樂創作 因為其實獨立樂團 他們都是沒有什麼經費 所以我也來自己就是拍一個比較高品質的影片 然後我自己也有很多很多喜歡 然後非常欣賞的人物 比如說女孩有機器人主唱 就是我是他們的BS版主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 資訊界的主編 或是 穿搭界或設計界的一些人物 那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就是 用我的專長 或是 做我自己喜歡的事 把剛才那些東西都全部串起來 對 我想到一個方法 我把他起來當分別人物吧 就是我們來辦一本雜誌 所以我們就是真的 八月號的時候 就真的去請了女孩有機器人樂團的主唱 來邀請她 分享她們的理想生活方式 對 然後十月號的也敲定了 最近會開始拍攝 然後這個地方 對 然後就是由他這個人 就是女孩有機器人主唱Ring 然後來分享她的理想生活方式 不管是對於美食 對於音樂 對於人 他們都有一種 因為我們希望透過他們的眼睛 讓大家了解說 這些人 他們自己在追尋自己的理想說 我實現自己的理想生活 在做音樂 在做設計 那他們看世界角度 一定跟我們一樣 對 那我們就真的做了一本雜誌 然後它是明信片式的雜誌 大家放在後面可以翻譯一下 然後 這是我們之後真的去找了這群夥伴 不管是剛才說的PinkoE 或是第二遍 我們這樣或是月人 那我們還找了一些關於做料理的 做木製計畫的 做科技類的 對 那我們覺得說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平台 然後讓讀者可以 就是很快的 或是很容易的 去發現那些心臟團隊的東西 那當然就是心臟團隊比較沒錢的話 我們可以去找廣告主來贊助這些錢 那 對 這是我們想做的事 那我們除了在 一些特色咖啡館 比如說好處早餐 蘇勒吉等等的咖啡店 或是來有 台南的一個做包包的店裡面 然後就是放這個打字架以外 我還會親自去擺攤 我明天在公館的新電新市集也有擺攤 大家可以跟大家跟我聊一下 我們第一場擺攤 就非常非常趕 因為我們大概 我大概六月中 六月底的時候 才決定正在做這件事 然後那時候就找了一些設計師伙伴啊 開始畫設計Local啊 排版啊 然後我們在8月3號 就是參加了今年這一屆的野台開場 那一天早上得貨 就是印刷出來的這個雜誌才到 就運到現場 我們現場拆現場包那樣子 然後這些擺攤的給西 都是前一天前兩天才送來 然後這面其實只是下午才送來的 對 非常趕 是非常臨時 那我們在8月底的時候 是參加台南的設計組市集 它是一個台南地方非常有名 然後非常有趣的一市集 好 謝謝 OK 可以溝通嗎 所以 我們那天非常的 喔 回去一下 就是我們那天 擺到 分道的位置 非常感到 咖啡一盤 大家都會請我吃 大家都會請我吃 再加上那天非常熱 然後隔壁呢 舞台又是閃靈 閃靈夜晚 啊 這樣子 對沒有辦法跟 就是讀者好好的溝通 大家都會以為 我們在賣雜誌 我們在賣雜誌 所以 還需要一些調整 那比較 所以是我們到 我們特地跑到台南 去擺色之古市集的時候 那一天 就是居然下海裡了 所以看到 瘋瘋的 我跟隔壁潭就是 屹立不搖的 就是在那個廣場裡面 然後我們就變成 這樣子 然後 他在這張照片的註解上面 也說 哇今天好多客人喔 下面都說 你快點鬼喔 然後隔壁 嗯 因為很不甘心 就是 我們在台南沒有擺到攤 所以我隔壁 留下來想說 是不是 找一個地方就地擺攤 結果怕被抓 後來 我們就 就是 遇到一間咖啡店 我們就想說 外面有桌子 是不是可以請老闆 借我們湯位來擺攤 沒想到老闆 就還搞不清楚 我們到210的時候 就說 那黑板也借你 然後我們就在咖啡店 外面卡在一起探 而我們就在 咖啡店那條街上 然後老闆就摔 流膚子 然後 然後 所以其實 還蠻歡樂的 然後 然後在 甚至之後 有一個時間 還沒有固定 辦公室 然後我就實現了自己 理想生活 就一間一間到他 想要去咖啡館裡面辦公 然後給他們的 然後飲料咖啡這樣子 然後 跟那些網路 跟那些網站的朋友 見面啊 不然是跟廠商見面的時候 都會約在咖啡館 那現在我辦公室 就在西門卡士達 就是 這邊是卡士達安和店 我現在的辦公室 在卡士達的西門店 在電影街上 然後就是 一個老房子 然後裡面有點像 咖啡館的氣氛 然後也有很多餐點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就是實現了一部分 我們自己的理想生活 就是可以每天呢 參加很有趣的活動 然後跟很多有趣的人互動 然後下午就是 可以吃就是 好吃的餐點 然後早上也可以睡覺 不自然吃 然後還可以跟我的偶像 就是我的 理想人物不近距離的接觸 因為我 需要採訪他們 我需要知道他們 喜歡哪些東西 然後我才能去把 這些素材收集起來 那我每天都可以看著夕陽 就是在 呃 天還沒黑之前就可以下館 然後每天都晚上就去 跟我的家一起散步的樣子 那 這是我們LOGO 就是 它是一顆彈珠 對 然後彈珠其實是一個 小孩子的燈寶 它雖然很便宜很平凡 但是 它卻是閃閃發亮 這樣子 對 雖然還有一些 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說 呃可以跟我一起煩惱 雖然現在還是很煩惱 還沒有組出一個很 呃很酷的 team 那我現在是 呃 我們現在團隊主要 全職的只有我一個 其他都是 partight的部分 所以其實 就是 我想之所以為夢想 打錯 就是因為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它才能夠爭培 所以我現在還在 一步一步實現了夢想 然後 我們什麼都缺 反對夥伴 實際上 就在那邊 合作夥伴還有缺讀者 所以呢 呃就是 如果大家覺得不嫌棄的話 看了有點有感覺 可以稍微定一下 最好是定一年 如果是 呃 有兩百會 有兩百會 有兩百會長期 有兩百會長期定座的話 我們就可以 達到最最最最低限度的 隨意獎 就是因為是要對 就不用擔心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 今天有沒有特價 有有有 好 好 好 謝謝大家